在老挝北部的神秘村落里 当地妇女会身穿一种阿卡族传统服饰 可是她们不系扣子 总是坦胸漏乳 这些长胸的裙子和身上的饰品 是区分她们已婚未婚的重要依据 这里是老挝茶干嘛村 典型的父权结构社会 女性从能走路开始 就意味着要从事繁重的劳作 在外需要她们种水到砍柴火 回到家还要继续做饭做农活 手里还得带娃 每天早晨时 她们需要为整个家庭准备一天的用水 这样的一捆猪筒重达20公斤 可对妇女而言 这牙丸双肩的强度 却只是简单的日常 这里的女性不是在干活 就是在干活的路途上 而在她们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收入的背后 丈夫就可以不用劳动 每天游手好闲 但有关家庭的大小事情 却还是男人说了算 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不止大人无法走出去 孩子们也很难接触教育 所以她们需要佟老师这样好心的教书人 尽管家里有漂亮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孩 可为了老挝的下一代 佟老师很果断地放弃了这一切 她每次前往都要坐船一小时 还要再步行三小时山路 几条木棍就是山林中仅有的桥梁 陡峭的上坡路更是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地方 因为没有防护良好的登山鞋 丛林里的有毒动物很容易从脚钻进皮肤 除了毒蛇和蜈蚣 佟老师这一路已经拔掉了20多根细血的马黄 它们的咬伤会留下病变 并伴随着感染加重 可直到到达村落前 佟老师只能忍耐别无他法 在顶着35度的高温步行数小时后 这个山顶的隔绝村落 才终于露出了它的面貌 尽管思想封闭落后 但村民对佟老师非常有礼貌 这里最宝贵的财产是猪 而为了庆祝佟老师的到来 大家也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吃的猪肉 在一次次推背换展中 都是对佟老师辛苦付出的肯定 别看现在的村民很热情 在几年前 面对佟老师希望孩子上学的劝说时 村民们根本有言不尽 因为上学意味着缺少一个劳动力 还有伴随学习的额外开支 不过知识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由于阿卡族信奉的是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如果家里有人生了病 基本都不愿意去医院医治 他们就躺在家里等着神灵祈福 并且因为交通不便利 阿卡族的生活方式也依旧原始 他们住的是茅草屋 种植也是靠天吃饭 不会更有效地种植庄稼土地 所以收成不高 每年只有一记一熟 一次庄稼的收获只够吃三个月左右 根本无法屯下余粮 而在文明的世界观 如同沙漠里的泉沿躺开后 他们对待问题的方式开始有了改观 走出去改变落后的家乡 是阿卡族的新一辈为之奋斗的目标 第二天一早 佟老师也要开始工作了 这个不足是平方米的小屋 是村民特意为他搭建的 也是他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8点1到50名6至14岁的孩子 就会三三两两地走入学校 在进教室之前 佟老师会对每个学生进行卫生检查 合格地直接进去 不合格地抽两下再进去 在这里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残酷地说或许真的很难 孩子们想通过学习走出大山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当地政府为了控制少数族裔 正用极快的速度 将成千上万的居民迁出村落 三年之后 剩下的人也会被迫离开这里 三年的时间 他们能成长到什么地步 孩子们是否有了走出城市的勇气 这些还都是未知的 欢迎来到穷途纪录片 本期内容 我们将走进中南半岛的内陆国家 老沃 他在地理位置上北邻中国 南街柬埔寨 东邻越南 西北与缅甸接壤 西南皮帘泰国 国土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为760万人 人口密度仅有32人 堪称是典型的小国寡名 自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 时至今日 社会主义阵营仅剩下五个席位 而老沃则毫无任何悬念地屈居墨西 他们也一直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国内超过70%的道路都是烂路 不过同老师走的那种山路 还并不是最危险的 因为降雨量巨大 汽车出行的道路时常被淹没 由于没有道路障碍提醒 大多司机只有开到水潭面前时 才能得知他们将面临无功而返 不赶时间的路人或许还能再折回去寻找其他路 可对于争分夺秒的运货商人而言 遇到一次受阻的道路 便能让他们几天的生意白做 这里是老挝中部的小村庄 每年的降雨随着季风一停 游客便会开始躲起来 不过在这之前 连续几个月的雨季常常让小贩们颗粒无收 为了赚取生活费 小贩苏达不得不将小店关闭 和丈夫外出向偏远的周边村落卖货 这就是他们从亲戚那里集资买下的卡车 一共25000欧 这在老挝可以称得上是一笔天文数字 根据老挝发展报2020年的数据显示 老挝人均最高月收入约267万基普 折合人民币约930元 25000欧的卡车 一个普通家庭需要18年才能买到 而问题在于当地的道路对车辆并不友好 一趟下来赚钱都是其次 只要车不舍在半路 就算是老天爷开眼了 天色还没亮起 苏达夫妻就必须起床装车 在带上女儿后 一家三口便驶入了丛林深处 虽然丈夫对路线已经熟悉无比 但因为今年的降雨量特别大 本就不稳固的泥巴路变得更加泥泞 有的凹陷处深度甚至超过一米 再好的司机也容易翻车 遇到陡坡时女儿被吓得捂住眼睛 那路况的颠簸实在让人不安 就连开车的父亲也紧张得浑身是汗 更何况是后面的孩子 下坡后没走多少平路 现在又一个上坡摆在了面前 历经千难万险爬上去后 又要面对眼前的刀锋之路 这些石头都是被雨水冲刷出来的 锋利粗糙的表面轻易就能划爆轮胎 其实和前面的陡坡相比 丈夫最担心的还是车辆受损 除了会浪费几天的时间困在丛林 修车的花费更是能让他们几个月的努力 付诸东流 历经重重困难后 他们一家抵达了第一个终点 这是一个名叫万言村的地方 物资匮乏的村民们 正对油伤的到来翘首期盼 面对有些羞涩的村民 妻子苏达知道用什么办法 来拉近彼此的距离 她拿着衣物布料热情地走上前去 用毫不吝啬地夸赞 拿捏村民的情绪 所以很快他们带来的衣服鞋帽 药品烟酒等都卖出了不错的销量 同时抢到货物的村民也十分开心 如果没有油伤 他们需要自己走出大山 外面的物价先不提 光是来往的路费和辛苦程度 便能叫人望而却步 不过事实上 苏达他们的利润的确很低 在这个村子赚到的钱 也只能抵一下一路来的油钱 所以苏达将希望寄托在了准备前往的下一个村子 经过与之前一样的坑坑洼洼后 他们这次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难题 车辆陷入泥中果足不前 湿滑的泥土让车轮根本无从借力 继续挣扎只能加快油量的消耗 还好丈夫集中升至想到了应对之策 他决定将车往后倒退一大段距离 并利用助跑加速跨越泥坑 成败再次一举 本来一家人非常开心 可在仅仅30分钟后 面前的水塘又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那些伸出来的电线杆足以能证明这里曾经有路 而现在整条路都被沿了 浅的地方或许还能躺过去 但水塘最深处足足有几米高 不用船的话根本不可能通行 所以眼下他们一家只能掉头另寻其他路 如此一来去下个村子卖货是指望不上了 被打破了原本卖货路线的他们 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丛林乱撞 能遇到什么村子有没有钱买自己的货 这一切只能全凭天意 不过金钱不仅仅聚集在人多的地方 这片广袤的丛林虽然人际罕至 却也蕴藏着大量老窝人赖以生存的宝藏 这里生产珍贵的檀木和红木 它们通常被用来制作昂贵的中式家具 和代表缅甸的翡翠一样 这些名贵木材是老窝最广为人质的高端商品代表 可在经历了从前的大量出口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历史时期之后 目前老窝已经严控了木材贸易 而且部分原木品类也已禁止出口 如今老窝木料已经比非洲木料贵了很多倍 许多极其珍稀的木雕 也只能在位于老窝首都的万象现代艺术博物馆才能看到 因为丛林深处根本不能开进汽车 所以每个伐木者的必备帮手是那些被它们驯服的大象 驯象人博羊正指挥着大象向目标前进 由于这种动物每天要吃250公斤的食物 工作时也要一路走一路吃 所以大象在丛林的行进速度其实相当缓慢 这头名叫康布的大象今年28岁 是驯象人博羊从小养到大的 这个年纪是大象的壮年时期 其载货运货的能力甚至可以和小型货车相提并论 他眼下的任务是要将这根接近一吨的木头拖动 博羊一般用脚和腰盒来控制 大象便会用鼻子将木材顶出来 在其他人将木头用链条捆绑固定后 大象就会拖着木头走出树林 无处不在的陡坡会让木材快速滑落 瞬间就会砸断大象的后足 这个时候人们只能站在木头后端用来平衡重量 这是他们唯一能保护大象的办法 而在经历危险的下坡后 上坡的路对大象而言则更为艰难 拖着接近一吨重的木头向上爬 用以拖拽的铁链会越拉越紧 每向前挪动一步 沽进肉里的疼痛都会更剧烈一分 哪怕是皮糙肉厚的大象 也难以支撑长时间上坡行走 好在通过康布的实力 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就是训向人和大象的休息时间 对于大象而言 泡澡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清凉 在坚强的外表下大象的皮肤其实非常敏感 将身体泡入水中 可以冲走寄生虫避免皮肤干燥 训向人也可以通过和大象玩水细细 来增加彼此间的好感和默契 柏阳对拥有康布非常自豪 他在康布三岁时就训练他 一人一向就是一起长大的伙伴 他现在一起工作 以后也会一起老去 在老挝丛林这样险恶的环境里 能和大象媲美的或许也只有这些钢铁猛兽了 拥有这辆古董车的年轻人同样很自豪 尽管他的爱车外表粗糙破烂 不过这是一台名副歧视的军用级货车 它生产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 是一款七吨级的六成六越野卡车 名为克拉斯二乌 也是前苏联陆军的标配货车 一般用于运载步兵或当作油罐牵引车 还有弹药运输车等 该车搭载一台14.9升排量的V8柴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240匹马力 最大行驶速度为71公里每小时 该车在泥泞道路中能发挥出强悍的越野能力 是世界上性能最强悍最经典的军用卡车之一 也不知道这辆卡车是如何来到老挝的 时至今日他经历了一千多次的改装 千锤百炼后的他已经和出厂时毫无关系 如果零件损坏 年轻人就只能自己制作 而且平时加油相当麻烦 加满油箱需要300升柴油 他的油耗量也大的惊人 每升油只能开两公里 百公里不低于50 是个非常夸张的油老虎 但对于老挝丛林这条不可能的险途 也只有这样的军用卡车能够胜任 开着12吨重的钢铁 年轻人和助理扎向了丛林深处 因为车辆体型过于庞大 司机视野极差 助手一般需要扒在车头担任观察员的角色 遇到小树枝 助手会迅速下车将其捡走 而碰到横跟挡路的树干 司机便会踩下油门 将其一分为二 在老挝的丛林里 这辆卡车的确像战车一样摧枯拉朽 五个小时后 走了25公里的两人 终于来到了一家木材厂 这些原木是要运往家具厂的 每根的重量在三到五吨之间 所以它们需要有技巧地 用脚盘来移动原木 而不是光靠蛮力 在固定一端后 脚盘就会发力 将前端牵引到车上 助手随后会拆下脚锁 最后一举将整根抬上车厢 但这样的装载并不轻松 而且伴随着致命危险 尤其是在取下钢篮时 只要原木的重心稍一步稳 就有可能从身体上滑落 而老花的脚锁同样有极大隐患 据年轻人回忆 她的朋友就丧生于脚锁断裂的事故中 在持续了三个小时后 装载总算接近尾声 由于树干几乎是拖车的两倍长 为了防止卡车出现翘头 它们需要把货物尽量往前放 货物也就自然堆在了司机的头顶 在这片松散的土地上 开着30吨的钢铁和原木 几乎等于行驶在地域的边缘 且不说颠簸的路况 和陷入深坑无法自拔的场面 如果抖动幅度过大 抬起木料的横梁断裂 司机位置的人将被直接压扁 但年轻人一直保持乐观 多年的实战经验令他一往无前 更重要的是 这拉一趟下来一共能赚37欧 所谓高风险才能有高回报 也正是这份工资 给了他不惧危险的勇气 无论在何地 风险都与利润成正比 而今天 驯向人薄扬 也将迎来一单危险的大生意 如果能成 他们将会赚到1200欧 成功的关键 则取决于大象康布能否顶得住 因为大象食量太大 很有可能在夜晚 吃掉村民的所有彩和树 所以 博羊将大象散养在森林里 仅仅用一条铁链防止走丢 博羊让大象自己来解开铁链 要知道像鼻子上有4万块肌肉 既灵活又有力 就连硬币也能轻松捡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 众人赶向上山 这条全是软泥的路段非常难走 对于大象来说还稍微好点 可到了目标地点后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康布今天要运输的 是眼前这颗重达5吨的红木 而唯一的问题是 大象很难拖动超过自身的重量 仅仅是几十厘米的挪动 康布也发出了令人揪心的嘶吼 捆绑的链条在树干下打滑 这导致链子另一头用力的康布 可能会崴脚受伤 博羊眼下只能转变策略 让康布尝试用头将木头顶出空隙 从而能在下面摆放用以固定的链条 在用头顶完以后 康布又将再次拖拽木头 可即便这次有了更多的链 5吨的红木依旧让大象无比吃力 在辛苦了一个小时后 康布总算将木头拉动了一段距离 这次运载已经远超过了他的能力 而大象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而已 从这个鬼地方返回村落要走三公里 而康布每挪动一步嘴里都会发出嘶吼 那是压力带来的沉重喘息 也是被人类奴役的绝望呐喊 当康布终于筋疲力尽时 木头也仅仅挪动了几十米而已 他的主人博羊也终于放弃了赚大钱的面头 在迫不得已下 众人只能决定将木头锯成两半 尽管这样会让木头的价格大打折扣 但从康布离去时颤抖的脚步来看 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 想必您也看到了 其实在对待动物上 玉象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体贴 当地的年轻外国兽医 对这样的情况见怪不怪 他为许多人未导致受伤的大象疗过伤 三周前 这位玉象人因为大象有些狂躁 所以不得不选择朝他开枪 但为大象治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他们的情绪紧张 会做出很多难以预测的事 稍稍用力就能对接近他的人类 施加数吨的力量 大象也永远不会忘记 人类带给他的伤痛 被伤害过一次后 内心会变得更加敏感脆弱 早在中世纪时期 老挝曾被称为万象之国 因为境内山地繁多 河流密集 老挝也成为了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 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亚洲象种群 可在利益的驱使下 当地居民为了带走丰富的森林资源 便盯上了大象力大无穷的身体 和灵活的象鼻 一头成年大象 几乎等于20个男人的劳力 所以人们开始无节制地奴役大象 并使用残酷的方法 来快速驯服他们 独打便抽 连续几天不给饭吃 当地人会迫使大象 沉浮于一个思想 只有服从人类的意愿 才能避免痛苦 而大象最终不堪折磨 便会接受被奴役的命运 沦为人类的交通工具和起重机 可要知道大象也是智慧生物 它们拥有丰富的情感 还有媲美人类的脑容量 小象宝宝听话乖巧 成年大象也都性格温顺 它们会帮小朋友捡起掉落的鞋子 在看到游泳的人类时 误以为是对方溺水的小象宝宝 还会赶紧过来帮忙 它们是如此通人性 感情如此细腻 所以在面对被人类奴役的命运时 它们对痛苦的感知则更加深刻 面对生存环境的破坏 树贩子们的奴役 日夜不息的劳作 亚洲象群的痛苦不亚于遭受酷刑 而当群居动物离开了群体 孤独感更是无时无刻折磨着大象 早在1997年时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便已将亚洲象列为宾威物种 然而自从2000年以来 老挝的生态环境 仍然遭受着过量开发和破坏 直到2019年5月13日 老挝总理西苏理签署政府令 政策包括禁止所有 未经加工木材的出口 同时也禁止林木的砍伐 和利用亚洲象进行的非法采运 也只有当地政府与人民一起保护它们 尊重它们的自然权利 才能保障这些珍稀动物 在未来得到延续 离开了老挝的热带丛林深处 我们现在将目光 转向那些行驶于热带与林间的船夫们 在湄公河上 总能看到这些玩命的载人快艇 它们的船大都经过非法改装 速度远超平常 相伴的是危险也远超平常 而它们这所谓的快艇 也只是将汽车的离合器变速相等 拆下来安在船位 并加上一根排气管和螺旋桨 组合而成的简陋船只 船夫老挝是一名十分虔诚的佛教徒 他每次出海前都会来寺庙拜佛 这里是老挝的西北部 一个叫朗波拉邦的地方 朗波拉邦曾经是皇家首都 现在成了老挝的佛教中心 那些僧侣们会穿街故乡 收取贡品 贡品主要包括糯米蛋糕 水果和肥皂等 而这并非是僧人单方面的索取 民众对于奉供有着强烈且主动的热情 因为倘若是僧侣收了 那就代表着奉供人与佛有缘 能减少多入轮回之后的痛苦 而船夫老挝拜佛的目的很纯粹 他希望自己的快艇能在大海上平安 不过相比于以往 这次老挝向佛祖提出的请求要稍稍过分一些 因为他也将快艇进行了非法改装 所以出于侥幸心理 老挝这次给僧侣们的贡品也比以往要多得多 在湄公河一带 像老挝这样的海上司机还有很多 巨大的需求促成了巨大的就业机会 虽然票价很贵 平均在14欧到30欧之间 但交通运输的确是刚需 而且乘坐快艇的也总不乏有钱人的身影 在每次出发之前 老挝都会向乘客分发安全设备 保障大家的安全是一方面 除此之外 老挝必须让乘客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 毕竟船票的确不便宜 快艇大军终于出发了 老挝凭借70脉的光速遥遥领先 但高速的代价就是剧烈的摇晃和噪音 除此之外 高速必然也会造成驾驶者的应急迟钝 为了躲避面前的岩石 老挝必须提前做好功课 他要记住每一块岩石的位置 也必须能够预测到意外发生的情况 比如那些被河流带走的树枝 快艇不比汽车 想要刹车可不能马上停下 驾驶者只要稍不留神 就很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样一趟跑下来 可以想见上岸后的乘客们 会向老萨抱一怎样的微笑 其实说他们是玩命快艇 但想要在这个地方生存 让生活过得更好 哪个人不玩命呢 于生活成本而言 老挝的燃气和电都很贵 所以大多数家庭 只能用柴火生火做饭 因此制作木炭用以出售 就成了很多贫困家庭 维持生计的工作 这对夫妻从早到晚的不停忙活 就是为了他们的两个孩子 能吃上一口饱饭 木炭产生的毒气 会大大增加肺病的几率 但为了每个月40欧的高收入 他们也只能将自己 置身于毒气之中 在老挝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 依靠重水道卫生 不过这样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糊口而已 老挝的农民还要面对一项致命的历史遗留风险 很多水稻下面都布满了暂时留下的蛋壳 每年都会发生农民被炸伤炸残 甚至被炸死的惨剧 在越南战争期间 胡志明需要通过老挝运输武器 而为了摧毁胡志明的防线 美国飞机曾向老挝投下过超过200万吨的炮弹 据统计近十年的时间里 老挝每七分钟就会经历一次爆炸 它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被炸次数最多的国家 其中投放的大部分为极数炸弹 这种武器在投放时 有10%到30%的概率不会立即引爆 所以会成为长久疑患 这些红色的区域就是未爆炸弹遗留的位置 那究竟有多少枚呢 根据统计在越战九年的时间里 美军向老挝进行了58万次的轰炸 紧急速炸弹就投放了2.7亿枚 比投放在德国和日本的总和还要多 其中还有8000多万枚遗留在老挝 它们分布在老挝的17个省份 包括首都万象这个直辖市 而很多遍布野外的未爆弹 也使得老挝的土地上形成了大量的弹坑壶 1996年开始 老挝政府组建了未爆弹药清理机构 专门对美军遗留炸弹进行调查探测和销毁 这绝对是一项高危高风险的工作 尽管美方向老挝提供了投掷炸弹的未知信息 不够危险的清理工作 基本还是由老挝人和国际组织来完成 这个正在排雷的人名叫米歇尔 他是前瑞典军人 如今在一家英国的扫雷组织工作 排雷在当地是一项高收入职业 每月170欧的酬劳让很多人趋之若无 但对承担的风险来说 这点工资实在是九牛一毛了 弹坑里那些致命的弹丸 可以向各个方向飞出400米 而探测器时不时发出的声音 也一直让人紧张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 工作人员的进度并不会太快 清理一片小农田往往就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在挖出废弃弹壳后 爆破组就将其引爆 这样一个弹壳的清理就算完成了 在2011年夏季到2012年夏季之间 拆弹专家们销毁了15000多枚弹壳 清理了大约1200公顷土地 眼下米歇尔在林间发现了一枚地雷 据他推测 这颗地雷此前应该在几米外的盗田里 同时他还认为 这是当地农民在田里找到后 直接搬到路上的 农民运雷在当地并不罕见 因为他们早已对这些战争参与司空见惯 虽然亚弹爆炸的概率并不高 但这种做法绝不提倡 一切皆有可能 说不准哪颗地雷一个不高兴 就会直接埋葬整个家族的命运 然而当地人即便知道危险 还是会经常去接见 其实这是因为保留完好的蛋壳 残余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价值 拆开后里面的火药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而它的外壳一般重达900公斤 这些巨大的金属壳能够被用于熔柱工业 可以制作成容器甚至建筑用材 在老窝拥有很大的市场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蛋壳都会被送到工厂 平民家中也有很多没有被处理过的残余 半圆形的蛋壳放在地上后就成为一个合适的椅子 圆柱形的蛋壳就是一个天然的水桶 经过简单的焊接之后还能成为一艘小船 还有一些人会把它用来装修房子 坚固的蛋壳能被用来当房子的支柱和房顶 但这些遗留问题对老窝人民始终是必打于力 这些蛋壳如果一直留在土地里面 那这一片地方就无法种植任何农作物 靠近会有生命危险 可如果要走也没有其他地方种地 老窝是个典型的内陆国家 2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700多万的人口基数 使得小国寡民这个词用在老窝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刚经历过战火犀利的老窝 曾照搬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大力推行经济改革 但老天爷似乎不待见老窝这个地方 正当老窝的经济稍有起色时 偏偏好巧不巧地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 一夜之间老窝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甚至还不如改革之前的迷茫状态 时至今日老窝很多居民们的生活水平 依旧没有丝毫改善 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还在贫困线上撕心裂肺地挣扎着 客观地说 老窝这个国家的经济衰落 也不能全是政府的责任 很大程度上是地理因素的限制 让老窝从一开始就沦为了一个发育不全的胎儿 他们作为一个内陆国家 国土的大部分都是山地和高原 这使得资源的开采难度大 同时也限制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 再加上老窝的国土面积相对较小 而且大部分地区受到极端地形气候的影响 使得国内各种资源相对有限 而除了上述的客观因素外 还有主观层面上的干扰 老窝在过去的岁月中 曾常年深陷战火的洗礼 国力损耗巨大 无疑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下行的前提下 基础设施也落后的不是一心半点 譬如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发展不足 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制约经济的发展 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由于资源匮乏 生态环境较为极端 以及国内环境欠稳定等因素 导致老窝的人口增长缓慢 所以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 老窝在人口红利方面也较为欠缺 他们也很少能够吸引外资企业进入投资 所以发展处处受到限制与羁绊 时至今日 老窝革新开放的口号喊了四十多年 经济却至今都没有发展起来 若不是人口少 且农业底子还在 恐怕老窝国民的生活将更加辛苦 实在是叫人感慨万千 这里是穷途纪录片 用最真实的影像 探寻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感谢您的关注